好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解放军的部分 不断的休息又还有加强这个强度 那至于在国军的部分呢 现在国军现役的战斗个人装备三级 plus版的抗弹版 因为呢这个抗弹性一直遭到这个大家的讨论 现在军备局表示已经完成了新一代的抗弹版的一个测试 可以抵挡三发的钢西弹 用在明年就要开始量产了 同时陆军司令部向立院外交国防委员会来报告 后备较招训言每天的伙食费 原本呢是35.7 今年开始调升95.7 抱歉 每天是95.7 今年调升到97.6 提高将近两块钱了 亮哥 那你把通货膨胀扣掉反而是减少 那怎么办 吃的更不好 不是啊 因为你的钱拿去做别的用途啊 实际上我刚刚听这个我们这个张将军啊 这边讲说哎呀这个是困境啊 我跟你讲啊 日本在台湾战败的时候 全台湾有54个机场 那陆续我们收掉了32个机场 那后来北部就只剩下新竹机场 是 松山机场现在也没有办法 那桃园你光是看上次 那个跑道占用的情况 对啊 飞机还要盘旋下不来 这个影响的时间 你就知道建设都来不及嘛 对 那张家英讲的是很对啊 就是你北部只有新竹可以这个上升战斗机 那结果你所有的那个重要的指挥中心都在北部 我是不是建议总统府搬到那个台南去算了 那边比较多的那个军用机场可以保护他 这个确实是一个缺口 可是我跟你讲啊 缺口太多了啦 因为张家英是空军副司令啊 他是讲到空军 其实我跟你讲我接触的陆军啊海军啊 每一个军都觉得缺口很大 比如说我们蔡英文 刚刚说不小心看到Main in China那个 那个是去年才开始决定要做的嘉义无人机园区嘛 投入的预算多少 300亿台币 不到美金10亿耶 这个落后中国大陆我跟你保证超过100倍 中国大陆的无人机大概是 全世界不管数量 品种 还有各种的打击能力 大概是最强的吧 因为美国距离我们太远了 美国的数量一定远不及中国大陆了 那你去年才想到 哎呦我无人机怎么忘了做啦 那赖清德又说 哎呦浅舰来不及做啦 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 而且浅舰你怎么可能一下这样做 我也听到一些海军的朋友说 你第一艘的作战能力都还没检验 怎么知道能不能打 那你一下就要这样堵下去收哈 这给人家感觉就是 是不是那个军火公司急着拿钱 那交件的时间搞不好都是 我坦白讲我最近看到交件的时间 重要的装备几乎都是2026之后 你不觉得这个是非常开玩笑吗 那国防部在干嘛 那行政院总统府在干嘛 比如这F16V F16V2026才开始大量的交机 交了之后你还要培训 飞学员要去适应 那搞不好弄到完了 赖清德也第一任做完了 那你 我们不是 美国现在不是又再重新吹 2027最危险吗 所以我真的是想了都头皮发麻 刚刚张将军只是讲到一部分 只是讲空军 这个战斗机机场的部分不足啊 我跟你讲 几乎没有一个地方足的啦 你怎么弄都没有办法 像我们今年加上特别预算 我们的整个国防预算是 加起来大概接近6000亿 我记得我立委卸任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的国防预算 才3300亿 我们已经增加到6000亿 加特别预算 结果中国大陆的国防预算 是你的12倍 那之前呢 之前是17倍 所以你怎么追嘛 所以这个就牵得到 你如果都是在这样去想这种问题啊 说哎呀我们哪里追不上要赶快补啊 我跟你讲啊 每一个军种都叫穷啊 你不要讲台湾啊 连美国都在叫穷啊 每一个军种都要 我看了美国2025财年 海军 竟然只提出盖6艘军舰 因为钱都被其他军种抢光了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问题真的很麻烦 尤其你对大陆你相对 你钱少那么多啊 所以我说 这很现实的问题啊 不现实的问题就是 以小对大 政治优先啊 真的啦 每一个地方都一样 本来就是啊 你要想办法跟 大陆好好来往嘛 避免矛盾激化嘛 不然你军事撑得住啊 到处都是缺口啊 到时候你怎么办 是 所以 就是说这个这种东西啊 你说我们邱国阵部长啊 还有我们张将军啊 他们都是 讲实话的军人啊 就是 他们看到我们那个政府 导致在那边吹牛啊 讲政治大话 看了真的是觉得 这叫做什么 力不从心啊 你心那么大 比天还大 你的力量就是这么有限啊 你怎么办 是 是 将军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国防部的部分 军备的部分 还有在伙食的部分 对 我认为他这一个 这个抗弹的这个 这个我们讲的防护背心 他这个就是说 什么时候都每一个的战斗兵都可以拿到 不是说明年才开始量产 最重要是每一个是四官兵 作战的这些 作战的这些军官 四官 四兵都能够配到 你不能说你一年的产量怎么样 然后拨得到某些的部队 但这某些的部队是没有啊 这个是蛮重要的 因为这个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战场 他那个乌克兰士兵跟俄罗斯的这些士兵 都有都穿的是防弹背心 他们没有防弹 他们防弹背心是基点的配备 那我们现在才开始要去量产 明年要开始量产 这会不会反不济集 我认为是不是要加速来进行 是不是要尽快量产 不是明年开始量产 是不是尽快量产 第二个我认为火石费 刚才亮哥有讲 我们这几年的通膨都把它吃掉了 我们光看那个蛋 因为我常常叫 这个超市去买蛋 现在那个一盒蛋 五十二块钱 你看看这个涨了多凶 那你加一毛九 你95.7调升为97.6 算两块钱好了 你半个蛋都没有 你就是这样子 对 你没有半个蛋 两块钱嘛 你一个蛋也要五块二 现在因为我常常超市 我知道今天是五十二块 十个嘛 一个五块二 你一天加没有半个蛋 加半颗蛋 对你可能还要减少 为什么 因为其实没有 因为被通膨吃掉 对 你是负的 我们整个整体来看 通膨上涨率跟你所加的两 这个我们讲的两块算两块 一毛九算两块好了 一块九的话算两块 你变成实质上 你账面上增加了一块九 但是你说拿到的能够是火石能改善的 是负的 火石要比去年 比前年要差 会变成这个状态 所以你看菜色反而变差了 对 我看是这样 那是为了为什么 因为坐金箭走了 你现在我们那个军费是这样子 军事投资分三大部分 一个军事投资 一个是作业维持 另外一个人员维持费 那军事投资刚才讲了 对 董哥讲了 现在要做潜见的 一次要做要做八烧 一烧是五百亿的话 四千亿就要吃了 这是军事投资 他的钱弄得很清楚了 军事投资 你买的F16 买的MQ9B海上卫士 买的这些我们的感测器 全部是军事投资 军事投资 现在已经是饮食卯粮了 要这么来看 然后另外一个作业维持 你不能不编作业维持 因为你的这些所有的 这些我们讲到的11住行 这些水费电费营区 还有各种的邮会电费 什么通常都要算进去 这是作业维持 你也不能少 那你怎么办 那就变成我们讲到的 人员维持费 你看人员维持 你能加两块钱 因为现在是 还是以自愿意为大宗 自愿意待遇是要比较高一些 那现在EOE也相对提升了 大概连他的这些 健保跟退辅的 通通加起来的话 通通加起来两万七千块钱 那这样的话 人员维持费也居高不下 那怎么办 那刚才亮哥有讲 我们的预算 现在是六千亿台币 那六千亿台币 因为所要买的武器太多了 所以六千亿台币是被 大部分被军事投资吃掉 那你只能从作业维持 跟人员维持费来审 但是你人员维持费 跟作业维持费要审 审不到多少 因为买武器装备贵 你一架飞机的话 这个动态太大 太大 对你变成这个非常大 你要审这个小的 你要审得怎么审呢 所以变成伙食费都要去想 都要去审了 因为每一个人能够审一块钱 20万人一年就审一天 因为它是每天的伙食费 非常的大 所以这样子的 我认为预算要去好好的 要去算 将军一天的伙食费是97.6 对一天啊 97.6能吃什么 还有除以三 所以我认为这一方面 这个是 我认为为什么只加两块钱 是因为经费预算 总体的预算是不够了 还是要加 就意思是加一点 我算给你听 我们的伙食费增幅是1.98% 那央行刚宣布 我们今年的CPI会增加2.16% 所以就是被吃掉了 还不够 不够 那这个还包括去年 因为你去年怎么办 你不是跟今年比 今年就被吃掉 去年的CPI就已经吃掉了 前年的CPI就吃掉了 你只补今年 那去年跟前年呢 你要算就是补前年的 然后去年的没办法补 今年还不再补 今年已经补前年的了 你现在还不能再调啊 对 所以这样子 我们变成了 这个军事投资 我们平常就比较简单来讲 军头吃太大了 你省了这些人员维持费 会我们讲到的 这个水库太小了 不成比例 天差之别 你怎么省 我们讲到 你省一块钱 一天只省20万嘛 但是问题是军事投资 这个比较太大 动不动就是上百亿了 这个天档之别 你没办法做补 所以我要认为 抗难背心 我认为是要 不是亮闪不亮闪 是什么时候每一个人全装 大家都拿到 这是重要 然后这伙食费 对这个教招员 刚才亮哥已经讲了 我们97块钱 到现在为止 只能在外面买一个便当 现在便当可能九十几块钱 你如果坐高铁的话 那便当都是一百块钱的 你97块人家说 你去买其他的吧 你去买其他的国民便当 那问题是这是三餐 这不是一餐 这不是中餐 这早餐还有晚餐怎么来看 所以我认为他们的火食 在这一方面 我认为还有提高 不要再将近两元 我认为提高过五块十块 都嫌 不要嫌多 不只在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 好 火食的部分 军备的部分 都是呢 这个民进党政府 应该要来想清楚 甚至刚刚提到 你在这个解放军 不断地在压缩压缩 你的同时 会有什么样的因应方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